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我们说古诗词的朗诵 因为它是有着严格的格律 以及朗诵的要求的 那么今天这堂课呢 我们着重就来讨论一下古诗词的朗诵 古诗词朗诵呢 应该说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很多的晚会啊 很多的这个朗诵比赛当中 会听到我们很多的很有名的演员啊 包括我们的前辈老的艺术家们 也经常的习惯于用古诗词朗诵呢 作为一种展示的形式 那么古诗词朗诵 大家要注意几个特点 第一个 古诗词的格律是非常的严谨的 那么说到严谨 那么古诗词格律 我们都包含些什么呢 今天呢 我们先讲它的第一项 就是用韵 什么叫做用韵呢 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 押韵 因为 押韵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说 押韵的目的是为了 生韵的和谐 那么这里面什么叫做押韵 这里面呢 大家要注意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说 韵母和押韵 这是两个概念 这是两个概念 虽然我们说 在我们古诗词当中的韵角 和我们生韵母当中的韵母 他们有着很大的联系 很大的关系 但是他们绝对不能画等号的 这里的韵角 其实指的是和折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 叫和折押韵 那么折 什么叫和折呢 古人把我们汉语拼音当中的韵 分成了十三道大折 所以也就是说 所谓的和折 就是指要符合 我们这十三道大折的规律 那么折里面是包含了 相近或者是相似的韵母的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 我们首先先看第一个 我们叫做发花折 那么既然是发花 那顾名思义 我们从这两个字里面 就能找到 跟它相关的韵母是什么 发是阿 花是哇 对不对 那么还包括什么呢 阿 鸭 鸭也是在发花折里的 也是在发花折里的 你比方说我们 曾经有一句古诗 有一句古诗 停车坐爱 风铃晚 双夜红鱼 二月花 这个花 这个花它最后归 归归归在哪了 归在了这个阿 哇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什么 发花折 发花折 那么第二个 缩波折 缩波折 那么从这两个字 我们能找到的是哪个音 哦 对不对 我们可以找到哦 这个音 那么我们 还有什么音 是属于缩波折呢 大家注意 一个是 呃 呃 也在缩波折里面 还有一个是什么 窝 窝 啊 你比方说 呃 我们曾经有一些 有一个现代诗 现代诗里面说 呃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飞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对不对 薄 它是属于什么 缩波折 啊 缩波折 那么接下来一个呢 我们叫做呢 捏斜折 捏斜折 耶 对不对 我们顾名思义 有这个耶 捏 对不对 也是耶的音嘛 那么还有什么呢 注意 还有 曰 曰 这个音 也是属于什么 捏斜折 啊 捏斜折 你比方说 咱们举一个例子 呃 怒发冲观 平栏处 潇潇 雨 蝎 你看这个蝎 就在什么折上 捏斜折 啊 捏斜折 再往下 我们看到的 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 一七折 一七折 那顾名思义 是跟哪个 韵母有关系啊 一 有关系的 它包含什么呢 包含了一 包含了 一 一 也在一七折里 还包含什么呢 R 这个音 R 就是我们通常在 R化韵里面会用到的 这个韵母 实际上我们也会把它怎么样 放到这个里面 你比方说 呃 四面脚 呃 四面边声连脚起 起 对不对 这里面是什么 一七折 啊 一七折 所以 再往下 第五类 我们叫做 孤苏哲 这里面就一个韵母了 就是 呜 你看前面 我们说 这五类 已经把六个 单元音 单韵母 已经全部包含在里面了 对不对 到了孤苏哲 这儿是 呜的音 呜 那么咱们就是 比较 好说了 你比方说 呃 地从 呃 地走从军 阿宜死 牧去招来 颜色 故 故 对不对 呜的音 啊 这是我们说 孤苏哲 应该说呢 到这儿为止 单元音的 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接下来再有哲的 就是跟什么 父和韵母 我们说有关系了 啊 比方说 第六个我们叫做什么 怀来哲 那么怀来 你们就知道了 一个是肯定跟大口的阿和一组成的哀有关系 对不对 那么还有什么呢 歪 来嘛 歪 对不对 怀 喝污 哀 对不对 歪 怀 你比方说 咱们这个有一个就是叫做 云病半天 心睡觉 花关不整 下堂来 来 你看是不是在什么哲里面 就是在这个怀来哲里面 怀来哲里面 好 再往下我们叫做 灰堆哲 灰堆哲 其实它是跟哪个复合韵母有关系呢 A A 对不对 A V 这两个音 对吧 其实写出来V字呢 我们在写的时候 前面的课上也说过了 应该是U A V 但是因为呢 我们在汉语拼音的简写当中呢 把这个A字去掉了 就变成了V U和E 但是大家千万要注意 这里面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 就是复合韵母里面 有的时候是因为拼写的方便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简写的 但是这个A不能丢掉 这个A不能丢掉 那么灰堆哲 举一个例子 就是由 十里清清 逐作为 为 是不是 灰堆哲的 好 再往下呢 我们叫做 窈窕哲 窈窕 这应该是跟什么有关系了 凹和 窈 对不对 窈窕 对不对 你比方说 车淋淋 马潇潇 行人弓箭 各在 窈 窈 行人弓箭 各在窈 这是什么 窈窕者的 那么接下来第九个 由 由 求者 由 求 那么那是哪几个音 欧 忧 对不对 由 求者 跟 忧 和 欧 有关系的 比方说 我们说 此情无忌 可消除 才下 眉头 却上 心 头 最后 最后那个头 就是 欧 这个音 对不对 好 再往下呢 是 延前者 延前者 那么是跟 安 对不对 有关系的 但是注意啊 这里开始呢 可能这个数量就多了 刚才都是基本上是两个三个 对不对 从这开始 慢慢因为跟鼻音有关系了 而且跟前鼻音的 基本上 那么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呢 就多起来了 这里有四个音 分别是 安 烟 弯 冤 冤 对不对 你比方说 我们 举一个例子 梦里不知 身世客 异想 贪 欢 欢 对不对 包括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 天 天是 烟 对吧 这几名都是什么 延前者 啊 延前者 接下来是什么 人 臣 者 那么试试哪几个 恩 对不对 音 温 晕 晕 对不对 有这四个音 对不对 咱们 经常说了一个 后宫 家里 第三千人 三千宠爱 于一身 对不对 恩 这是恩这个音 对吧 所以说这是什么 人臣者 还有一个 接下来 倒数第二个音 我们叫做 江阳者 那就是后鼻音了 开始 就是什么 昂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几个音 举一个例子 你比方说 田家少贤月 五月人被盲 对不对 盲 这就是什么 我们说 江阳者 最后一个 也是最多的一个 中东者 那就是 恩 翁 英 翁 翁 翁 对不对 还有这几个音 对不对 你比方说 咱们说 昨夜 建军铁 可汉 大点 兵 兵 就是什么 英 这个音 就是英 这个音 为什么我们要讲十三折 其实我们现在 特别是大家注意 古诗词当中 用的比较多 其实到了现代诗 它的格律呢 相对自由了 我们其实 并不是太注重 折律了 但是在古诗词的朗诵当中呢 是非常注重格律 特别是 关于何折 押韵 那么何折之后 我们说 现在光何折了 它还要干嘛 还要什么呢 叫做 平泽 咱们经常说了一个 一个东西 就是说 比方说 对账 对不对 写对联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 要平泽 对不对 对吧 平平泽泽 平平泽 泽平泽 泽平泽 泽平 这好像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 对账的一个 我们说 规律一样 那么平泽 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 是声调 平泽是声调 但是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发展的规律 就是在古时候呢 我们什么叫平 什么叫泽呢 所有的平声 为平 而所有的泽声 是指你的赏声 去声 还有入声 现在在普通话当中 我们已经取消掉入声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 怎么归类呢 就是把音平音 阳平音 作为平声音 而把赏声和去声 我们作为什么 泽 这是那么配合着 何者以后 再有了平泽的规律 我们就形成了 古诗词朗诵当中 特有的一个格式 叫做对账 叫做对账 为什么我会把它单独呢 你比方说我们其实 不光是在古诗词当中了 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对账的东西 你比方说 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对账什么 天天 对不对 然后学习对账什么 向上 这里面对账的 它有一几个规律 大家注意 第一个 对账的时候 有的时候 是指词性相对 词性 你比方说 名词对名词 动词对动词 你比方说 举一个咱们 在建国时期 时至到今日 我们都还能听到 一句口号 叫做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你看抗 援 保 卫 这四个词是什么 动词 对不对 然后 美 朝 家 国 这是什么 名词 是不是它得相对 这是对账 对不对 那么古诗词当中 我们也经常听到的 你比方说 三十功名 陈于土 八千里路 云和月 对不对 这个诗里面 它就是什么 三十 对吧 对什么 八千 对吧 量词对量词 对不对 功名 名词 八千里路 路 对不对 这是什么 名词 对不对 所以说 古诗词 比较讲究这种什么 对账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 其实是古诗词里面 也是比较简单的 特别是在古诗当中 我们体现比较多的 就是字数的对等 你比方说 都是五个字的 五言 都是七个字的 七言 对不对 词是什么 词我们把它称之为长短句 它分上下阙 上下阙之间 是什么 对账 公正 你会发现在上阙和下阙之间 它的对账是公正的 因为它有什么 有着严格的词排名的限制 有着严格的词排名的限制 所以 在古诗词朗诵当中 为什么我们说 这四样东西在制约着我们的朗诵 在制约着我们的朗诵 因为 有了这么严格的格律 的要求 它就会使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 产生一个矛盾 如果你严格的按照格律来说 你可能会对于表达作者的情感 作者的意思呢 就会减弱很多 可是你如果说我们一味的追求 这个作者的情绪的表达 我们也许会怎么样呢 破掉这个格律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会引用一个朗诵的概念 大家注意叫 破和补 所谓的破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表达 能够让观众理解的更多 更深刻 我们会选择用破的概念 就破掉它原有的格律的感觉 使得我们的表达 让观众感受的更多 但是有破就是有什么 补 我们就要在后面的朗诵当中呢 想办法再把这个节奏 把这个格律怎么样 再给它补回来 让它再回到这种平衡的格律 完整的格式当中 这里面我们会引用这个破和补的概念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李白先生有一首特别著名的诗 叫《枪尽酒》 对不对 里面最有名的 对吧 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今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对吧 我们就说这首诗 如果说你严格的按照我们说 当时作者在那个时刻的心理状态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很洒脱的 很随意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去一味的追求洒脱 我们就会破掉这个诗的格律 对吧 我们想想人喝多了 他的整个诗性大发 那个人本来李白又是一个很狂傲的人 我们一直说他是一个很狂傲的人 对不对 你想他这说的时候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今尊空对月 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很洒脱的一个状态 很豪情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味的追求他 我们就会丢掉什么 格律的变化 我们就会丢掉这个格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补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今尊空对月 你看我前面因为什么 语速特别快 为了显示他的豪情壮志 我们把语速提前 我们把语速的加快 然后呢 等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酒杯里面没有酒了 我们可以想象 作者什么 有点什么 哎呀 意犹未尽呢 是不是这个语速就慢下来了 那么通过语速的变化 我们可以怎么达到一个互补的感觉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今尊空对月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个格律 还是什么 比较完整的